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最近几次课里面 我向大家一一地介绍了一些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谐音及语 徐湛 中国画眼画研修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苦禅 郭卫渠 和欧阳忠实等大师 尊恭喜一花鸟花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些题材 它的发音和我们的一些 良好的祝愿 一些吉祥话 是能够相和相成的 你比如说上次咱们讲过荔枝 有德力图 有吉利图 等等 我们画大吉大吉大利 今天我准备通过这一课 给大家介绍一下柿子的画法 柿子能够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写艺画鸟画家 经常把它作为题材 你比如说我们画喜鹊和柿子 喜鹊在枝上 然后柿子垂下来 有一种丰硕的样子 我们在提款的时候 我说过了 可不能提标签 不能写喜鹊柿子图 这是不行的 您辨一下 喜氏多多 喜鹊柿子 喜氏多多 说起柿子的画法 大家都很熟悉了 说是柿子是什么形的 是圆的 但是我提醒大家 柿子您千万别画得太圆 有的同志是一个圈一个圈画完了 我觉得这个柿子没有棱角 没有性格 这样在造型方面 它就失去它的精神了 为了掌握柿子 我前几年曾经带着学生到山区去写生 画了大量的速写 我就让同学们分析柿子到底是什么形的 我这儿呢 也有两张速写 大家看一下 通过画以后 大家了解到了 这个柿子啊 实际上是方 圆之间的一种形 方 没有棱角 说圆吧 它要有 这个在弧线当中 又有转折 各式各样的动态 我们再摆一摆 画一画 这个呢 是我们画的镜物 我们画过镜物以后呢 还画了一些啊 在树上长着的一些姿态 这样呢 加深了认识 加深认识以后呢 就好像闭着眼睛啊 都能够想到 这个柿子是什么样的 各种不同方向 同学们在今天学习的时候 不一定到山区去 我建议您有一个柿子 拿在手中 您各个方向 各个角度的去看 去画 拿钢笔 拿铅笔 画一画 然后呢 把它记在胸中 我们中国画创作呀 实际上就是一种墨写 您把各种方向的柿子 都会画了 其实一个就行 都会画了以后 闭着眼睛 一想 各个角度 您在做画的时候 就追着您的灵感 去表现 这样的这个柿子啊 各种方向的 在画面上都有 就丰富了 千万不要说 我就画一个方向 然后到处这一个 那就太单调了 所以要写生 要观察 我们在学习这个 画鸟画的过程当中啊 这是必要的一课 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啊 就是 先说柿子果实 怎么画 先说说颜色啊 我们今天用的颜色 这有土黄 这是广告色 在中国画颜料里面 是没有的 另外中国画颜料啊 原来是十二色 后来呢 由于用处 这个它不够了 用处应该是需要补充 最近呢 又有这个橙黄 鹅黄出现 这个呢 为画柿子 这个提供了好的条件啊 还有一种就是 属红 基本上是这几种颜色 我现在挤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鹅黄色 比较浅 有点接近于土黄 然后橙黄色 比它深 属红 更深一些 土黄在这啊 土黄呢 是黄色 但是它呢 稍微的 让它暗一点 别太鲜艳了 另外有一个盘 咱们还要备用 要调草绿 是花青 藤黄 三绿 这个盘子呢 我们备用 先不用它 我首先呢 第一步 先给大家讲一讲 柿子果实的画法 用的笔啊 还是中等大小的提斗笔 我们在这先调 从浅的开始调起啊 这是最浅 然后里面加点土黄 这个要调到笔根 这个笔根的颜色 要饱满 不能让它是清水 所以多调一调啊 花柿子的颜色 比较厚 调好了以后 我们刮一刮 不能让它 到纸上以后 阴得很乱 这不好了啊 然后 我们再调 刚才的这种 橙黄 调到笔度 颜色比较厚啊 让这两个颜色呀 逐渐逐渐的 能够有一个变化 不要有台阶 再用笔尖 调属红 也是把这个笔 要转着调 不要有台阶 就是突然变化 那不好 多调一调 这样看起来啊 比较匀了 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属红 橙黄 后面最浅的是 鹅黄和土黄 用的毛笔呢 是这种 踢斗 中等踢斗 那现在我画一下 大家看看 怎么用笔啊 笔尖下笔 下去 转 调起来 然后 笔尖下笔 走 您看这形啊 是一个方形 我们说白了 那就是它是四轮的 是一个方形 它不是一个圆形 如果太圆了 它就没有它的 它的形啊 就不好看了 我们在中文画里面啊 讲究是 宁方物圆 它现在的高光 是比较 齐的高光 那现在我啊 还是用这个毛笔 去把高光 给它破坏一下 它的轮廓 哎 这么讲啊 轻一点啊 轻轻的去扫 您看这个高光 它就自然了 它就虚了 有非白 好 我再补充一点 深的颜色 走直线啊 实际上也是一种 弧线 用直线的方式去走 好 呃 大形出来了 这还有一个旗 呃 有些人可能没太注意 啊 这柿子在这点啊 有一个小点点 是它的旗 用鼠红颜色 给它点出来 呃 作为柿子来说 呃 这是啊 呃 这个部分是比较主要的 后面这个比较薄 啊 就我们称它为底儿 这个底儿部分比较薄 但是有的角度 这个底儿是在前面 我们北方把它叫装 是高装的呀 还是比较矮装的呀 我们把这个底儿 这样几笔画下来 您看走的都是直线 不要一个圈下来 我笔尖上再补充一点 鼠红 在这儿啊 笔尖下去 走直线 再走 再走 我再收 正好把这个形 画下来 啊 千万记住啊 不要勾边填啥 是吧 那样呢 用笔啊 它呃 又没有变化 然后呢 很平 是吧 呃 它不像中国画的 啊 这样几笔 很简练的 把它画出来啊 好 我再画一个 呃 再稍微远一点啊 错落吧 啊 画四画五都行啊 实际上它是四 补充一点啊 啊 从这儿走 压下来 接着走 也可以从这边走 啊 这露出一点也行 好 这个呢是呃 看它这个 看它这个 试题这点了 看它更多一点了 我们现在 用墨 把这儿勾一下啊 在这脚子 这里头有些 纸啊 它还有一个 一个瓣 也叫饼 柿子是短饼的啊 短饼 它被挡住了 挡住也就这样了啊 它这点有很多皱纸 如果这点 您要愿意让它露出一点呢 也可以 实际上看不见的 现在呢 它的立体感 您看啊 高处 它深 呃 这个呃 往下以后呢 它发黄 然后又有高光 这样呢 表现的就丰富了 现在这张画 以颜色为主 作为中国画来说呀 还应该是 更多的 表现一些墨色 这张画 咱们先把它画成一种 镜物式啊 我现在 调墨 开始不要调太多 拿这种大剃斗啊 不要拿小笔 把这个墨 刮一刮 现在是淡墨 刮完以后这个笔啊 已经是扁了 然后我再调墨 刚才的这个韵笔啊 呃 侧峰 拿这个棱切着走 啊 呃 不要拿中峰 画的特别光 光了以后呢 就没有味道了 啊 没有变化了 现在我调中等墨色 逐渐的加 中等 然后我尖上 再调点深的啊 顺着它这走啊 浓淡 干湿 全有啊 侧峰 走 呃 这是白菜啊 大家都看出来了 然后 我再画啊 呃 这笔啊 该干的时候要干 浓淡干湿 颜色上 墨色上让它变化啊 有一个对比关系 这白菜啊 里头 它就有了 白菜芯了 根据它这纹 这么画 啊 横着 然后用棱儿 画点须根 这是白菜的根 呃 本来白菜根呢 是白的 但是我们啊 强调一下用笔 强调一下它和白菜叶的 这种呼应的关系 呃 这张画啊 我们就先不提款了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整支 我们带枝子 带叶子的 这种画法 现在呢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柿子长在树上 怎么画 那跟刚才那个方法有点不同 啊 这不同在哪呢 就是 刚才我们可以画的颜色啊 基本上 是 都是成熟的柿子 都比较红 啊 可是长在树上的 那可就不一定了 您看啊 咱们从头画起 开始呢 调的是 偏黄的 再调 橙黄 再调属红 注意 很多初学者 在调属红的时候 不转着笔去调 结果呢 出一个棱 那就不好了啊 笔尖 入直以后 转过来就压下 压下走 看着笔根啊 看笔根 走方的 直线 过来 然后 扫 扫得自然了就行了 走直线 它的颜色 要区别于刚才 它这个桩啊 就是它的颜色 好 点一个提 这跟刚才那个 画的差不多 再补充颜色 转过来 扫 扫 高光不要留太大啊 太大了不好 挨得很近啊 走直一点 扣进去 这是两个了 这两个呢 别画太平了 现在是一个低一点 一个高一点 再画就不能够 画这个角度了啊 再画的时候 是这样的 朝着画面里面了啊 宽的地方压下去 走 走 然后提 提起来啊 这可以补充一点 注意在画的时候啊 中间有一个钩 这个钩呢 应该靠白纸边去表现 两个颜色 不要弄得都连上 连上以后就没有这钩了 还有就是啊 如果空大了就不好了 两个就脱节了 所以呢 要准确 要自然 这个小白边很自然 画了以后呢 最好不去给它描 现在呢 我需要用墨 去画它 给它变出来啊 有一个瓣 我现在用钢材 这个提头笔 我先啊 把它的枝干走势 打一个草稿 我准备从这出 草图就这么打 这么出 我在打草稿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 我这个叶子啊 准备是 怎么画 有点小枝 这就是我的草稿 然后 我把这个笔 再调浓一点 由淡末 调成中等摩色 然后尖上 调点深的 就不要再调了啊 好多同学 就是最后这过程 还调 越调越浅 最后画出画是灰的 叶子是什么形状的呢 叶子是阔叶啊 比较宽 中间有一个尖 我们画它的时候啊 可以一笔画出一半来 另一笔是另外一半 自然一点啊 后面的叶子啊 好 加点水 调一调 这边的叶子呢 加点水 叶子别画太多了 画太多不好 下面用一个拦烛 稍微硬一点的笔啊 调墨 现在的墨太浅 少来一点水分 调浓一点 柿子可是木本的植物 它不像草本 您画的时候啊 这个墨色 要浓一点 要干一点 叶子没干 咱们先不着急勾筋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应该把枝杆画一画 不是描 而是重新再走 就是二次 给它进行创作 这样呢 它就有力量了 接着画 它的质感上 还可以再点一些点 表示它的粗糙 草绿 三绿 调一调 这个颜色可是太鲜艳啊 绝对不能够单用 我还用刚才画柿子的笔 我调一些 这个浅的柿子这个色 我再把它和这个绿 调在一块 看一看 这时候的绿呢 就不是纯的绿了 有些变化啊 被挡住的柿子 露出一点 这太顺了啊 好 我在这还可以再填一填 不能让它太顺了 嗯 然后看看 再绿一点 青柿子啊 我们现在把主体的部分画完了 呃 但是看一下啊 主体部分在画面当中 它中间偏右 左边还比较空 这样呢 我们还要 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啊 呃 再复习复习 我现在拿了一个颜色 是 褶石 我一挤这个啊 好多同学就想了 对 可能要画麻雀 一点三线 我现在画的是中间的线啊 这个翅膀 呃 前十 后须 这个咱们都已经说过了 这点再补一个吧 因为这边比较空 两个麻雀相对来飞啊 好 我现在啊 加一点墨 这两个翅膀要注意 近处的显得大一些啊 远处的稍微小一点 趁湿 点它的身上的斑点 啊 下面呢 我们把这笔涮了 涮了以后变成淡末 淡末刮一刮 然后尖上 在盘里找一点 比它稍微深一点的啊 这个翅膀啊 是看到里面了啊 这样去画 然后用淡末 再画它的肚子 从头的下面开始 用比较果断 这个不必留边了啊 握下去啊 这提出来 好 两个麻雀啊 在这相对的来飞 这是相遇了 拿 浓墨 小笔 点它的 嘴 眼 塞斑 这个麻雀啊 小腿 露出一点来 往下飞呢啊 眼 塞斑 那个腿看不见了 啊 看不见就 算了 小管啊 捏在一起啊 就可以了 现在呢 这个 叶子 基本上 已经 浆干啊 没完全干 勾液筋 注意 柿子的液筋 是长筋 而且是 我们刚点的 虽然有方向 和层次上的变化 您在勾的时候 应该是 参考它 不去重复它 呃 勾的啊 要有出 有入 注意一下线啊 您比如说这点啊 哎 我出来了 长筋啊 这是柿子的特点 试印和别的印不太一样 这样 把区别画出来了啊 这可能看得更清楚 这种勾液筋的方式 以后咱们在别的课里面 还要用到 啊 呃 有的是阔叶 有的是长的叶 这个呢 是比较宽的叶子了 把它勾一下 从提款来说呢 这点有一条斜线 打破它 用款去打破 这儿滑下来 滑下来 滑下来 把这个气啊 堵住 这张画啊 实际上我 呃 画的是柿子 但是最后 捕鸟的时候 感觉到呢 鸟成为主体了 呃 如果说 鸟不是主体 柿子是主体 咱们提款 事事如意啊 事事如玉啊 啊 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 它是主体 它很显眼 所以就要以它为题 啊 两个鸟 在金秋的时候 相遇了 啊 作为好朋友 啊 所以呢 金秋 喜相逢 咱们把这儿盖上张 这儿呢 一定要堵 啊 把这个张 盖到这儿以后啊 堵上这个角 气就留在画面中间了 我这个张啊 压角张 是 内容是 丰硕 一般画这个柿子啊 葡萄啊 呃 荔枝啊 等等这些 都可以用的 丰硕 实际上是让它 去堵这个气 啊 把这个堵住了 这是杨文章 我名章 我选用英文 这样形成一个变化 通过今天这一课 就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运笔啊 呃 这个有笔尖 笔度 笔根 怎么去转换 啊 在造型当中是 另方物圆 把柿子 四轮的大柿子 表演出来 不是圆圆的大柿子 表演出来 啊 呃 如果您今天能体会了 这些 就是调色 运笔啊 和所追求的这种形象 那今天就是有进步 有收获啊 呃 您要想画好这一刻 把柿子掌握好 我建议您 买一个柿子 或者是您买一个 蜡管 在手里面反反复复的 就是各种角度去看 这样呢 在心里面 有各种角度的 这个变化 然后有机会 画好速写 这就没问题了 呃 把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您再动笔去画 这样呢 就是事半功倍 啊 呃 还不明白呢 去画 这样呢 是事倍功倍 没有什么收获 啊 这个柿子啊 呃 很吉利 啊 呃 谁都希望事事如意 啊 呃 这个万事大吉啊 啊 呃 这样呢 您也喜欢画 您画好了以后送给朋友 这都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啊 希望您把它掌握好 今天的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